是不是行费力欠你钱 那你为什么不起诉呢 我现在我不会起诉 我不明白到这儿 不会起诉委托律师啊 那你也不能说你不是你的事 你把你自己都扛着了 扛完了以后你还有情绪 然后让你说你还不说 他现在跟那个行费力 他俩都是有联系的 要不他不可能说平白无故 他就不起诉了 那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我是把钱转给他 他是网组借 他是说他说赤业利息 或者那是他这几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今天要说的一笔千块 却让人摸不着头脑 执行法官发现这里面事情不简单 王先生向陈先生借款了93万 随后又把这一笔钱借给了行女士 王先生没能按时还给陈先生 陈先生就起诉王先生 要求偿还这93万 而王先生却不起诉行女士 这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里到底是隐藏了什么原因 据陈先生说 当时王先生说资金周转需要 就在他这里借了93万 承诺每个月会支付一定利息 因为借款嘛 他都在我这借的钱 然后没还我 你俩是朋友关系吗 朋友关系 非常要好的朋友 对 然后他咋多了 跟你说要借这个钱吗 他就说他资金周转要用了 因为陈先生和王先生是多年好友 这王先生开口借钱 陈先生也没有多想 就分三次转给了王先生93万 王先生承诺每个月会支付利息 可没想到仅仅给了三个月利息 就没有任何下文了 月月给我利息 给了我三个月利息 三个月以后他就没给我利息 本金他也没给我 发现事情不对劲 陈先生就找王先生要本金 可没想到王先生总有种种借口 这还钱的事情一拖再拖 无奈之下 陈先生才向法院起诉 法院也是判决王先生 要在十日以内向陈先生归还本金93万 这判决都下来了 王先生还是不还钱 所以陈先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也查询到 王先生名下有一辆车有一套房 所以对其进行了查封 执行法官查询到 王先生名下的这一套房产 只有68平 是一套小户型的房子 而且还见银行很多贷款没还 就算是拍卖了这套房产 也不足以抵偿93万的欠款 陈先生是终于找到王先生名下这辆车 所以执行法官也是赶到了现场 给王先生打去了电话 你好 曹先生 我跟我的朋友联系了 他说车主应该一小时就能到这地方 还是应该是早已等的一会儿还是 车主有钥匙吗 车主应该是有钥匙呗 不到一个小时啊 也就那样 那你就让他上大陆 那你就让他这边来吧 就是往行车大栋那块是不车现在在 对 就是在山林路吧 这好像是 山林路是不 我不知道这是你停的车吧 还是谁停的 车要没动的话早上我停的 那你停的你不应该有钥匙吧 没有 我直接给他还回来 我朋友直接拿走来 那你连你朋友也过来呗 他手里肯定有钥匙 我让他跟他车里那边碰一下 上车就没事 王先生说他一个小时之后就赶到 所以执行法官等待了他一个小时 王先生刚刚说一个小时就能赶到现场 可是现在却说他赶不过来了 所以执行法官决定 将车拖回法院 大栋法院执行局王法官 你到哪了 你现在等了 你不说你三点之前能到吗 咱一直在等你呢 你那个朋友姓曹那个跟咱说的 你曹是这个 你这就拖了 你啥意思 你不说你一个小时之间能来吗 我一不去了 你拖车去干啥呀 你这个人怎么出事反而呢 你刚才说来 咱就等你 我现在离世有事 你拖不去呀 那咱拖了 到时候产生拖车费用 你自己承担 损失啥的 如果损坏了 你也由你承担 行行行 然而拖车师傅却说 想要拖走这车必须先开锁 不然的话会有损伤 我挤不了档呢 档位挤不了 得先把那个 罐的手杀给拿掉 对对 所以执行法官又找来开锁师傅 对车进行了强制开锁 因为之前执行法官查询到 这辆车还有贷款 所以又给银行确认这车贷款情况 我这边看 它应该是股线管 如果觉得一辆车的话 股线 股线 但是我看车管署 这个抵押还没有解除 解除是得是 它自己去你们航申请 然后再办是吗 是这样的 就是我这边去加微信 因为我这边查 就是它现在在账内的 就一笔车贷 然后现在是股线管的 然后如果是 应该按查这种 应该不太像有核小的 如果不交我现在账上看不着 所以加我给你 把他设计称号 然后如果是你们拍卖 如果这边确认不 不那什么不欠款的话 就是你给我发个喊 我这边就可以给你全账 然后你们法院执行局 直接去传 OK明白了 那我现在加你 加个微信 对对加我微信就行 然后我再详细查一下 我看目前账内是不欠的 执行法官得到确认 这辆车贷款已经还清了 但是就算是把这车给拍卖 还是不能抵偿93万欠款 执行法官发现 对王先生名下 还有其他欠款案件 但不是欠款而别人欠他钱 2021年王先生借给刑女士 100多万 但是却放弃了起诉 这样执行法官非常的费劲 在本院有一个作为原告的案件 那么蹊跷的是呢 他在诉讼过程中 因某种原因没有道庭 按撤诉处理 那么在另案的判决中呢 也没有关于他 这个受刑案查明的其中呢 也写明 当时被执行人呢 向他的债务人 借款90余万元 包括这个转款时间和转款数额 这些呢都于本案中查明 申请人向这个被执行人借款的 转账时间和数额都基本吻合 所以我们认为呢 可能这个被执行人 他存在 别人签他款的这种 道庭材 执行法官查询到 在2021年 王先生和其他三名原告 一起起诉了刑女士 要刑女士偿还260多万 王先生主张借给了刑女士153万 然而开庭的当天 王先生却并没有出庭 所以法院进行撤诉处理 没想到 当年陈先生借给王先生的钱 王先生又转给了刑女士 在转款时间上非常的吻合 在2021年5月28日 陈先生在银行里分两笔 转给了王先生25万和45万 在当天 王先生就转给了刑女士70万 陈先生在2021年6月5号 给王先生转款了9万 在同一天 王先生又向刑女士转款9万 在2021年5月18号 陈先生又向王先生转款18万 而在同一天 王先生又向刑女士转款10万 所以法官断定 陈先生借给王先生的钱 王先生又借给了刑女士 执行法官掌握到这一点之后 决定给王先生打去电话了解情况 事我得问你一下 我这边查21年的时候 你跟这个这个这个 袁告陈志强 一块起诉了一个叫 行贿影的女的 是不 行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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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调判决 当时开庭的时候 你没出庭 然后就按车速处理 这咋回事啊 这都是小强运作的 他找个人 我那边有特殊情况 然后行贿力呢 行贿力老是拖 拖拖拖的 我那边会有什么特殊事的 车不准 听你说话吗 我说你听我说话 这个是谁啊 我现在 我也是公贿力 我也没有那个 你跟农村城市没关系 我也找不着人 你说 你说找不到行贿力 还是找不到谁 法院呗 怎么可能找不到 反正法官就在法院里边呢 我也不知道找谁啊 他找我信的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起诉行贿力 是不是行贿力欠你钱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起诉呢 我现在我不会起诉 我不明白这道事 不会起诉委托律师啊 那你也不能说你 不是你的事 你把你自己都扛着了 扛完了以后你还有情绪 然后让你说 你还不说 我现在没情绪 他除了 现在发现他没回去 不完 因为王先生名下房产和车子 并不足以偿还这93万千块 如果王先生向行女士 主张这150多万千块 那么法院就可以直接找行女士 要这笔钱 用来偿还陈先生 说了如果行贿力这个事 他欠你钱 那你可以起诉行贿力 因为你是按撤诉处理 你并没有丧失这个起诉的权利 你现在又不起诉 到执行一段 你也不配合咱工作 你也不把这个事来东西来说明白 你现在如果判认为有问题 你可以去申诉 你也可以另外起诉行贿力 那能够维护你合法权益的这个途径 你都不走 你跟着干等着 那你觉得你自己不使劲 别人能替你使劲吗 我知道我明白 你这样呗 你礼拜五下午来趟法院 当面把这个事说明白 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你该起诉 那你赶紧起诉 我现在说明白 我现在我一直没文化 我调天填不灵 调地地不应 但肯定事情是那个事情 他肯定无影不感觉 谁也改变不了 就包括法官 你要认为这个事你有理 你要认为说 你没有能力打这个官司 就是连法官我也得起诉他 我不管是谁 他误判也好 或者怎么判也好 你如果认为这个法官判的有问题 你可以到检察院去 走相关的程序 这王先生在电话里表达不是很清楚 执行法官搞不明白 刑女士欠王先生150多万 为什么王先生会放弃起诉 毕竟金额非常巨大的 执行法官给王先生说了这么多 这王先生还是没有听懂 法官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希望王先生起诉刑女士取得债权 然后执行法官就可以直接找刑女士 来偿还这笔债务 但不知为何这王先生就是不起诉 王先生就一直表达自己不懂法律 不知被撤诉之后 还可以另外起诉 第二个又强调自己没有钱打官司 这刑女士还欠王先生150多万都不去起诉 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隐情吗 这执行法官虽然我不管审判 但是我看到这里边有问题 我得告诉你你该怎么办 对我明白 我是为你好 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出来这个意思了 我听懂了 你听懂了 那你得来配合把这事说明白 如果你该起诉 那你找律师该起诉起诉 咱可以给你时间 要不然你执行往下走 一步步走 最后这些财产都处理了 你就钱还不停 那你们这事背一辈子吗 我背一辈子 我现在怎么明白 我背一辈子 我这队能啥 能够给我判户 我能进去过 我不知道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 执行法官就是在想 帮王先生拿回债权 可是王先生是好坏不分 而且不领执行法官这个情 这电话说了这么久 王先生还是不知执行法官要表达 啥不起诉呢 我起诉了 那天我有事我开情没去上 然后法官给我打电话 要我下个已经提问 跟下同百 然后就再也没有信了 没有交易了 没有消息 没有信了 你现在没有丧失起诉权 你可以再另外起诉啊 那还过期了吗 没过期吗 当然没过期了 所以执行法官决定 把王先生叫到法院当面说清楚 同时也将王先生 名下这辆车拖回法院 你把你手头能有的材料 你都带着 我看一下 明天我们继续更新 这王先生到法院之后 能否向执行法官说明 当初为什么不起诉刑女士 要回属于自己的150多万 执行法官也是把王先生 叫到法院 想问清楚王先生 为啥没有起诉刑女士 王先生到了法院之后 还带了一位监护人 这也是让执行法官第一次见 这30多岁居然还有监护人 三个事 第一个事 这个执行阶段依法应该向你送他程序 这个手续我们向你送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事 那个车我昨天扣了 电话跟你说了 对 知道了 把钥匙交了 第三个事 就是我昨天电话里跟你说的 你当时在大森法院 有一个做原告的案件 对 你起诉了叫行贿利 对 但是呢 因为可能 因为你刚才昨天说是车的原因 可能走在路上坏了 没及时来开庭 对 最后按车速处理了 对 判的时候呢 也没有判出行贿利还你多少钱 对 我看了眼那个判证书 我也给打印出来了 那个判证书里边查明的就是 你向行贿利转款 和我在执行这个案件 陈志强向你转款 无论是数额还是事件 基本上都能吻合 对 所以我初步判断呢 你当时想起诉行贿利那个钱 和陈志强想起诉你这个钱 可能是同一笔钱 对 那么我就不明白就是 为什么你这边没有去重新起诉也好 这个或者是找这个行贿利好 去要这个你借给他这个钱 银行法官也是说明 当初王先生找陈先生 分三笔借的93万 在相同的时间里 王先生全部转给刑女士 看样子是同一笔钱 执行法官就是弄不明白 为什么王先生没有去起诉刑女士 要回来自己这153万债权 执行法官的意思 就是要王先生去起诉刑女士 拿回自己这153万的债权 这样的话就可以偿还自己93万的借款 可是王先生对于起诉刑女士 却很怠慢 总是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这样执行法官感觉到这里面有蹊跷 我说了 你这个在承讯上 你如果按车司处理的 往后面你提要的证据 人家法院的法官也不会去审查 但是呢 我昨天电话里跟你说过 你明白啥呀 我说 我说你如果按照车司处理 你这个起诉权力没有丧失 你如果认为这个行负力确实欠你钱 你现在依然可以起诉 在叫王先生来法院之前 执行法官也是给王先生交代 让他拿自己和刑女士转账记录到法院 可是王先生带来的 却是自己和陈先生转款记录 不知道是王先生故意的 还是他没有搞清楚 你要带陈晓晓有名 你会陈晓晓转账在哪里 我昨天跟你说明镜八十八 你提供你跟这个行负力之间的转账的手续 我非不过明镜账再来 那你就礼拜一把车钥匙 还有你跟行负力之间转账的名记 都提供了 行 就是因为你没出钱 所以人盼不了你 因为你是原告你来说话 如果因为中原理 你这话没说上没关系 你可以再起诉再说 但如果你一直不起诉 不行使起诉行李的权利 那你可能 我这个可以从你起诉的吗 当然可以了 所以你如果在什么起诉 我现在不明镜 在大通法院起诉 你这合同咋决定呢 是不是在合同签订地起诉 对 对 这不是合同签订地吗 大通局法院吗 你可以再来这起诉 就这个判决来看 行负力一共向你们 四个人接款了 有个人我认识 对吧 对 我没问你认不认识 我就说一共向你们 四个人接款了 四个人 怎么三个人呢 那个人不知道 执行法官想让王先生 去起诉刑女士 要回自己的债权 但与王先生的沟通当中 这王先生回答却答非所问 让执行法官感觉 没有在沟通下去的必要 所以直接让王先生 把扣押的车钥匙要交出来 没想到这王先生非常的抵触 扣押车钥匙交出来 车钥匙回带 押出去吧 押给谁了 我押给主任公司了 那你通知主任公司 把车钥匙还了 一会儿我给你药一呗 你现在就药呗 这车不强制之行 药匙钥匙什么用啊 我给你备用药匙行吗 那可以啊 那明天我回家请问 我给你拿回去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药匙 有药匙我没法去求 我得花钱再求 因为现在神经病 给我查房之后 一点经济来来没有 我信用法上都预期了 我都得还嘛 我说得得买钱袋 我说得用钱呢 不可能到时候黑股 执行法官之所以 要让王先生交出车钥匙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当初去扣牙车的时候 王先生没有到场 所以执行法官 让开锁师傅强行开锁 现在车门还没有关上 一遇到下雨下雪的话 就会对车子造成损伤 这车挺麻烦 啥车呀 不退 是吗 对 那你什么时候 能把车钥匙交出来 我回去找一个拿过来呗 你那已经前世事情跟钥匙关系吗 我跟你说为啥有关系 那个车因为你不配个胶钥匙 我们强制开锁 现在车窗全降下来了 这个车从评估到最后排卖成交 可能需要一到两个月时间 如果你不配个提供车钥匙呢 这个车窗升不起来 接下来呢 我无法预测会不会有降雨或降雪 情况发生 如果有呢 这个雨雪进入到车内 造成价值变损呢 可能会导致这个车呢 卖的价格呢 不会那么高 成交价低呢 会损害你偿还 陈志强这个钱数 我不一定能找的 你已经前世事情了 那车卖多少钱 我还这么多钱吧 对我再偿还 厉害关系我跟你说完了 那你愿意觉得 本来这个车 车窗升起来 可以卖奇强换钱 因为这样去雨雪 我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我现在已经黑黑乌领头 我还能设计这么别的吗 我还合计你有多大冤情呢 这边一看好像也没有啥 没啥冤情 对 王先生说起法院判决 他和陈先生93万借款 就表现出自己有非常大的不满 认为法院的判决有问题 自己不认可这个判决 我和法官有冤情 你是法官吗 当时判的人 你是当时判的人吗 我不是啊 但是我跟你当时判那个案子 法官已经打过电话了解情况 在搜查王先生随身误品试 发现王先生用的手机有价值不菲 执行法官想查询 王先生手机微信转账记录 但是王先生不愿配合提供手机密码 能提供这个手机的密码吗 没有 忘了 有指纹吗 没有 试一下 侧面吧 本来执行法官是想王先生起诉刑女士 这样可以减轻自己的债务 可王先生态度 让执行法官感觉到 他和刑女士之间的借款背后不简单 王先生不请再次去起诉刑女士 你的表现让我们觉得你跟刑惠力是串通一气的 我跟他 他没够害死 我跟他串通一气 那你为何没起诉呢 他怎么起诉呢 你不是没来吗 没来不是有事吗 这判决是20年8月2号下达的 刑惠力那判决本身起诉 你们是21年11月29号起诉的 后来你因为没到刑撤诉了 也就是说从你撤诉到 现在10月21号 现在有5 6月时间 对 你都没去起诉刑惠力 我没有钱 我现在哪有刑惠力哪有刀起诉啊 我都快活不起来 都是赢我两万块钱 我起诉得拿多少钱 而且到现在他给我查封之后 我去哪贴钱 去哪个房子亲身我的 查封也是9月份的事 对啊 9月份之前呢 9月份查封 10月份查封了 10月份查封 我就说9月份之前呢 9月9月份之前 9月份之前就不见 9月份之前你不是一直属于财务自由的状态吗 没人封你 没人封你银行账号吧 没人封你微信吧 我那是车已经 车和房子已经被查封了 车房是现金吗 我问你 我弄来房败管不 你出去买东西 当执行法官说到 王先生欠陈先生93万事 王先生就不认可 而且情绪也非常激动 一说到王先生和刑律师之间的债务 这王先生就不愿意多谈 种种疑点都让执行感觉事情不简单 说我那不懂法 但是呢 又说从石家图找了律师 要起诉这个审判的法官 对 我跟你想讲一下 不太清楚 你到底是懂法还是不懂法 我真不懂法呀 还是懂故意装不懂 王先生说 他对法院下达的判决 欠陈先生93万 也是非常的不满 表示自己会再次上诉 刚刚还说自己不懂法 现在又要上诉 这也让人看不懂 但执行法官查询到 这王先生和陈先生的诉讼 已经是过了上诉期 上诉期只有15天 因为执行法官扣押 王先生明下车和房子 所以王先生对执行法官态度非常抗拒 执行法官说了这么久 这王先生还是表示 自己还是不懂 为什么执行法官会把他叫过来 不知道王先生是真不懂 还是假不懂 执行法官还是耐心 把这法律关系给王先生再讲一次 你跟行贵力这个案件呢 你因为没有道庭而按撤诉处理了 但是我始终跟你说 你起诉行贵力的权力的没有丧失 你在诉讼时效内 仍然可以去起诉行贵力 按照你认为行贵力欠你的那个数额 你自己说了100多万 去起诉行贵力去 但是我现在执行的是 已经生效的这个 陈志强跟你之间的判决 那你没有还款 那不好意思 我就认为你是拘不理性 这个生效的判决 那么所以说 对你进行搜身也好 然后你交手机也好 这些呢都是为了尽快实现申请人的这个利益 这是我明白 我明白把这个钱要过来 所以说呢 让你交车要是也好 让你去提供你跟行贵力的这个 往来流水也好 都是为了有助于你俩把这个扣解开 但是呢 显然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一大堆 你也没太往心里去 因为如果确实行贵力欠你的钱 你如果说这个盘权力确实你欠他钱 那么实际上这个债权债务 欠债的事就是由行贵力来承担了 如果行贵力有足够的还款能力 你甚至不需要去还款 现在王先生可以另外起诉刑女士 要回自己这153万的债权 到时候就可以偿还陈先生93万借款 对自己也是巨大的解样 而且还可以保住自己名下车和房子 这执行法官说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帮助王先生解除债务 但王先生并不配合 说到和行女士借款就不愿多谈 因为王先生并没有带来 他与行女士之间的转账流水 也没有带来车钥匙 所以执行法官决定 去王先生家里进行搜查 明天我们将继续更新 所以执行法官决定 对王先生家进行搜查 看能不能搜查到其他财产线索 执行法官到王先生居住小区后 在和物业沟通之后却发现 王先生提供了一个错误地址 王先生给执行法官留地址 是小区192 但是债主陈先生却说 王先生租的是290亿 那么哪个地址才是王先生地址呢 行啊 陈先生秀啊 这是 就没选择开的地址 写的就是这 11号楼29号 所以想看看一发情况 我们给他 这个闯到盘来以后 他做比如 他说自己住 109号192 但是没说109号是写号楼 因为我不太了解 咱们物业这个楼的布局 是不是109号是整个大地方的蓝牌号 123号是这个 就这楼 就这楼 那他说他住192 比如这个 他老公说他住192 不是291吗 291吗 不排除他有说法的可能性 所以 我想看看这个109号192 是不是查案件 这个被告叫王春桃 不是他老公 192不叫这个名 不叫这个名 也没有出租吗 没有出租 他是自住 自住啊 对 那就是说法了呗 对 经过物业的核实 王先生现在的住址是291 并不是192 最后在物业的指引下 执行法官终于找到王王先生现在住所 开门的是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表示 这里确实是王先生的家 但是王先生上班却了 大董法院执行 陈敏玄在家 我们是大董法院的陈敏玄在家 麻烦开一下门呗 看到执行法官上门 这位老人也是有些话也不想说 还带有一些抵触的情绪 上一次王先生去法院时 也不愿意过多透露自己的信息 所以执行法官决定 与王先生的妻子沟通一下 但眼前的这位老人 不愿意过多透露王先生妻子信息 最后在执行法官的要求之下 这位老人打起了电话 就是咱家那个大董法院执行法院 也不愿意过 那个说那个 你啥意思 你是在给王老人打电话是吗 嗯 我让你来接陈敏玄 王老人回来也接 是陈敏玄 陈敏玄也才回来 要不然我们就去那单位找的 那个 他那个现在在人家 我们走着等着呢 等人家完成了 你回来 你看我说他要找陈敏玄 你这等一会儿吧 你是谁的母亲 我是陈敏玄的母亲 那你故意的啥说呢 你故意的啥说呢 我要说这个回来 那你这等会儿是谁的 行 本来执行法官要求 让老人与王先生妻子取得联系 但这位老人却联系了王先生 看样子还是不想让王先生妻子牵扯其中 最后执行法官才知道 这位老人是王先生岳母 执行法官也询问老人 王先生和妻子是做什么的 但是这位老人却不愿意多说 打工呢 在哪儿打工 嗯 想问你想起来 你要不说 我们查出来了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你姑爷首先就没跟我们说实话 你如果是他的丈娘 如果你还不说实话的话 那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带了搜查令 我们要被这个房屋进行搜查 你如果不希望看到我屋里被搜查的话 你就实话实诉了 因为法院现在是在执行 是在执法 希望你太多 啊 这位老人一直不愿过多谈论王先生情况 看到执行法官上门之后 老人又向法官进行说情 老师 在哪个学校 就这个学校 那这个他这咋签你呢 我一点是不知道 加上你来我都有点懵命 你姑爷在外面签人这几个搜案 已经判决生效了 判决生效了 现在我们上个月 已经查问他了 让他尽快履行判决 你姑爷比如说 没有钱 还 也不想还 另外一个你姑爷说 他现在住 这个楼内192 我们税务业核实了 192 他不是房租 也没有出租 你姑爷在法院就没有说实话 看到 就是那个 把这个钱 他是搞贷款的 他把这个钱 就借给别人家 就是我们家的主意 他把这个钱呢 他就挣中间的手续费 然后他就借给人家行费利 行费利 你只知道那事来冲券吗 人家正做那个 挣中间费 完了人家那个 他也是叫人家就是 哎呀 一说是搞旅游的 然后他把那个啥呢 他还是把这个人的钱去 借给那个人家 然后他从中间就是说 就算挣点那个 就算那个好不费事 你搞费款的情况 完了那个人 这东西不给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 王先生岳母对王先生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会欠下这笔款是知道的 看到王先生岳母 不愿过多透露其他情况 也不愿叫自己女儿回来 也不去联系自己女儿 所以执行法官决定 对于王先生家进行搜查 搜查列 接着王红涛 没想到在搜查的时候 居然发现了两瓶茅台酒 还查找到了一本房产证 看到执行法官正在搜查 王先生岳母情绪有点激动 表示不愿让执行法官继续搜查 执行法官搜查王先生住所 不光发现了茅台酒 而且王先生妻子使用化妆品 还价格不费 还有一些名鬼包包 执行法官对王先生限制了高消费 看样子王先生一家生活过得不错 我们在搜查过程中发现 他们的生活品质并没有被执行案件所影响 也没有王沃所称 现在欠了别人钱 没有钱吃饭生活等情况 那么另外发现 被执行人配偶使用的这些化妆品 还有这些衣物都属于品质比较高的 价格不菲的 另外我们在现场还发现了两瓶虎年的茅台酒 那么对于被执行人已经被限制高药费 这种措施影响下 不应该再有相关的高药费这种消费行为 因此我们对两瓶茅台酒预议扣押 未来将根据案件情况进行评估和拍摆 正在这时候 王先生是赶了回来 之前执行法官扣押了王先生一辆车 让王先生把车钥匙交出来 王先生说不知道去哪里了 可没想到这把钥匙就放在茶几上 这要如何解释呢 看到执行法官找到了车钥匙 王先生又说这钥匙打不开车门 看到执行法官还在进行搜查 这是王先生要求 拍一段现场搜查视频给刑女士看 让刑女士知道自己现在处境 行为立派也是别的没事吧 就证明你来我家了 你不是能脸上去的地方吗 对 我能脸上去的地方吗 对 我能脸上去的地方 对不对 他起来还不上我了 你看 那你跟行为立一块去当大同法院呗 他现在医院 他那个生长玩意没出院子 还想想玩意没出院子呢 没出院子 他那个什么大抽血什么玩意 你看 有联罕席 你要看 你们来我这就告诉他了 对我得告诉他呢 我得为他为黑 我得用这东西 这不是真实的 对 你给你提出打电话 他回来他吗 他电话不接 他电话不接 他工作应该是没接电话 那我就得上单小学 给他下转票了 我感谢我们这边一遮 他找他工作就保住了 可以 我得 我得 他之后跟他还没啥关系 跟他还没啥关系 你上次不说你俩离婚了吗 你拿这个申请离婚了 申请离婚马上换了 我就问现在有没有离婚证 没有 没下来 没下来 你上次坐笔录说你住192 192是你住吗 这不是192吗 你自己去看看吧 是吗 20元了我说 我说错了 是192 这个东西我没有必要撒谎 全是人家他来过我家多少次了都 压得也能找到 我觉得这人是撒谎了 你认为是撒谎了 他肯定是撒谎了 你说说吧这事怎么解决 我得管行为要钱呢 你管行为要个钱吗 我天天在管他要 咋天天要的我看看 你是跟他打电话来聊天来说了 你咋跟他天天要的 让你上法院教材料你也不教 我课程刚不一 课程比法院执行理还重要呗 是这意思不 你就跟我说说 你这个案子你想往下 我想怎么解决 我想听到这个方案 我想怎么解决 我想尽快让行为力还钱 然后小小子咱们就都完事就完事了 你想让行为力尽快还钱 你怎么做就能做让行为力尽快还钱 我天天去找的 我也不能去谈家长 我让你提供你跟行为力之间的转账记录 还有这些战刑战夺证明 你不提供吗 我不是不提供 我确实那样是啥 我上次跟你见面说了 我说了你只要提供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行为力 帮你解决这个事 我们都站在帮你的角度 你呢 现在一不提供 明天我把这个案子拒绝 我不拒绝 我从来没拒绝 没拒绝 上的时候让你去 为什么不去 比如说得好好的 你也同意吧 有个事耽误了 你认可这事吗 我非常不认可 非常不认可 为什么不拿出来配合太后跟考院的 你坐在心不甘情不愿的 让你法院帮你忙 让你提供 你还不少不提供 你还很抗拒 对不 车钥匙就摆在那里 交捏不交 这王先生口口声声说 这把钥匙不能使用 但执行法官最后核实到 这把车钥匙是能够正常使用的 看样子王先生对执行法官撒了很多谎 扩压车辆 包括这个约谈王洪涛的时候 要求王洪涛交出车钥匙 但王洪涛一会儿称车钥匙给了别人 一会儿称钥匙找不到 那么在这次搜查过程中呢 我们发现这个车钥匙就赫然在 这个客厅的查几趟 放着 我们对车钥匙就赫然的核实 确实是以扣压车辆的这个钥匙 而且能够正常使用 从此可以判断呢 被执行人王洪涛对于本案的执行工作呢 一直没有这个相关的积极配合态度 也没有如实的说明相关 毕竟王先生还见陈先生93万没有还 对于这笔欠款 王先生要怎么样偿还呢 说说吧 你想怎么向行为 你要的钱 另外你怎么看一个法院 把这事解决了 那天我把这些钱 你送你 如果上医院里找人家 看到今天执行法官要上门搜查 而且陈先生也在现场 王先生就开始数落起陈先生 就算是把自己房子车子拍卖了 也值不了多少钱 这边执行法官给王洪涛做笔录 那边王洪涛去向申请人发了难 那流水小强子上都有 他对啥 你不要看你的 我在执行你 你不是在执行陈志强 小强子坐着没事 没事你坐着吧 你感觉咱个兄弟之间 你就 我这房子撤啥 你就只能拍 我给你算了 也不到20万 你感觉值吗 给我干黑户了 咱俩之间的倒壳 心灵力合的 咱俩也没有啥仇 没啥怨 对不起 你感觉兄弟之间 就是 我要是说咱房子 执行法官说 因为现在王先生所见的钱款 在借钱的这个时间段 还没有和妻子离婚 如果王先生不够偿还这93万的话 就需要执行王先生妻子名下财产 王先生妻子也将因会受到牵连 那你现在有什么好办法吗 把这个90多万都要回来 哥说实话 我现在已经现在心态都没了 房车厂都没了 我没有心态的 这是实话 为啥没有心态的 那我还有什么心态 合伙人光光其处 好别人光光其处 这么惑我 我好像在世界上 没有啥的 现在可以解构 就是你提供行为力的情况 反正就提供行为力 这个方法是可以解构的 合理合法的 对啊 我可以配合你 你配合了吗 你还得怎么配合一个 不你嘴上说配合 你上礼拜你把财产给过了吗 你没去你给我打过电话吗 那是我也不去 你自己说 对不你那叫配合了吗 这些房子车处理完了 如果还不够这个钱的话 还将继续指向你 要报告指向你媳妇的财产 我明白 我没想明白你 就这事跟她有什么关系吗 跟谁啊 跟那个我媳妇 你媳妇跟你现在婚姻存余期间 你俩的财产属于父亲共同啊 对啊 那她挣的钱 有一半也属于你啊 对啊 对啊 跟她没关系就能 就能啥呗 也能执行她呗 我说半天你也没听进去 说稀里话 说实话 实话就是你媳妇受你牵连 她挣的钱 她名下的财产 有一半我们都要执行 最后执行法官把王先生名下车和缝 进行了司法拍卖 以偿还这93万欠款 但是并不能完全偿还这93万 所以执行法官决定 对王先生妻子名下财产进行搜查